这个据我了解 到上个礼拜为止 已经有四个这个病例 是不同 基因继续出来是不同的 代表已经有四个感染源 不是同一个 那如果再加上今天的一个的话 起码就最少已经有五个 基因继续不同的感染源 到底有人在问说 那这符不符合升级的这个标准 坦白说啦 现在这个卫福部也起虎难下 因为这一波的整个病例的破口 是在桃园 那你说 他可以因为桃园 然后就让全国再升三级警戒 那当时王浩宇在那边大栓说 全台在赔双北三级警戒 那今天回到了桃园以后 卫福部怎么做呢 是不是只能双标处理 所以今天卫福部长就改口说 这个我们要有病毒共存的 这个改变跟准备 其实已经很多人 专家学者什么 都跟这个卫福部讲过说 你一味的追求所谓的清零 根本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你永远都不知道 你有没有清零 因为你没有普筛 第二个当这个病毒 病毒已经在这个大自然 在这个世界存在的时候 你不可能永远锁国 跟这个病毒说不 所以我觉得现在卫福部 考虑去转变我们的这个防疫作为 我觉得是好的啦 那刚刚我也非常同意 就是大佬跟医生说的 你一直去追加疫苗是一件 我觉得很狠毒的事情 你看这个以色列 以色列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我们八月才在打第一剂疫苗 以色列在去年八月的时候 就已经在打第三剂疫苗 到了八月他已经打完了 一百五十万人 他全部也才九百多万人口 他八月已经打完了 这个一百五十万人第三剂 到十二月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在打第四剂了 结果现在以色列Omicron的病例 还是一直在增加 所以你当你一直想要用疫苗 去防堵这个病毒的时候 你防堵不了 但问题是这个病毒 对我们的这个影响 就大部分是轻症 或是无症状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回到 就是你打完两剂或三剂的时候 剩下的你就要与病毒和平共处了 就买药嘛 我们知道对付一个传染病 两个最重要嘛 一个是疫苗 一个是药嘛 一个是事先预防嘛 预防不了有药可以治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 一起去追究 现在那个药还蛮有效的 对 现在这个辉瑞的药 其实蛮有效的 现在今年是二零二二 对不对 现在预估今年最多 只一百五十万人吃 去年只有九十万 今年今年说疫情比较松了 夏天已经开始可以有旅客了 最多也只一百五十万 我跟你讲最 我们以前是四千五百万人吃 你就知道机场多产 那些免税店有多产 以前光是到台湾观光了一年 到台湾观光就一千万 还有我们出去的 所以一定来回 就观光就一千万 加上工作商务 跟我们出去 所以现在是确实机场状况 已经完全不能比了 那刚刚前一段大佬在讲 就说已经不是我们人怕怕 Omicron 而是Omicron确诊之后 我们现在措施没有变吗 你整个公司要shut down 整个所有的跟你相关的人都会受影响 所以大家怕的好像是这个 而不是Omicron 可是他的 都怕 都怕都怕 那传播力强 强到什么程度 我们今天最新的这个力走 跟大家讲一下 基隆的这位防疫健身司机 因为他是排班组长 所以他特别要求自己 N95口罩 手套 护目镜 然后呢 他说他过去这一个月以来 天天都在车上吃饭 没有一餐例外 他都做了 全部都在车上吃饭 他没有在车以外的地方吃饭 所以那你吃饭才拿到口罩 所以吃饭的时候 才把口罩拿下来 然后他的后面 他是防疫健身车 后面他有一个塑胶的 那个透明的那个帘子 隔离我后面的 他当时防疫健身车 都是从那个国外回来的人 然后因为他是组长 他有时候要去帮忙排班一下 看一下行政业务 口罩也没有拿下来 就确诊了 所以他还是 还是会确诊 所以是N95口罩 你们有戴N95吗 我也没有戴 我没戴N95 戴N95 照理讲 其他防疫健身车时机 不可能每个都像他这样 那他得了 其他也没得了 那现在就是 因为他是属于 我看他今天的资料 他确诊 跟他没有症状 那不知道是不是 他会马上再去匡列 其他健身车时机 说不定明天又会传出来 所以这个病毒他的传染力非常强 强到过去我们的经验 Delta 阿法 其实都没有他那么强 那那么会传的情况之下的时候 刚刚淑慧在广告室也跟大家讲 说陈时中也已经 今天改变手法 也要与病毒共存 那你要与病毒共存的话 其实他的做法 匡列这个还是要清零 可是那个牛排馆 出现这么多例子了以后 没有停止在餐厅用餐 其实那个看起来就是说的跟做的 就已经不太一样了 讲一回事了 做一回事了 市场现在不敢升级 你升级餐厅没有了惨了 对不对 经济有受到的影响 他再纾困了 再拿几千人出来